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竹鞋真的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随着官方调查组掀起了反腐行动之后 竹鞋多个部门多个高层一把手都接连落网 那么对他们的一个工作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回顾盘点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多少个人受到了影响 以及接下来的话我们竹鞋包括总局这边 又会进行什么样的重建 根据媒体的报道 最近有两个大鱼已经是正式官宣了 分别是王小平纪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以及黄松竞赛部的部长 这两个人在此前都是我们竹鞋里面最主要部门的一把手 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谁会想到呢 他们居然坚守制造 真的要很多球迷十分失望的 所以这两个大鱼落网之后 目前根据媒体统计的数据 竹鞋里面已经有17号人物见链落了 而且都是我们竹鞋的高层 种种你就可以了解到的话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确实太过严重了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在最近 原竹鞋副主席余鸿成还被曝光 已经失联 不排除很有可能和王小平他们一样 正在接受官方的调查 那么接下来对于蔡振华以及苏秉天来说 都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情 首先我们知道 余鸿成在十年前和蔡振华 是在竹鞋界面的共事的好友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当年余鸿成之所以能够得到现在的位置 主要就是受到蔡振华的提拔 一步一步走了上来 那么两个人成为合作无间的工作 同事以及好友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自己共事多年的副手以及小弟 突然失联了 甚至有可能东窗事发 对于蔡振华来说 也确实受到了不少的非议 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家 在这个时刻还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干扰 确实是挺尴尬 以及挺头痛的事情 除此之外 有些球迷可能还不清楚 余鸿成其实和我们短跑的功勋 苏秉天也有很多的关系 在此前年初召开了中国田径协会的 一个委员会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了 最终苏秉天是成为了副主席 而余鸿成则是成为了 我们田径协会的第十届 执委会的主要一把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意味着苏秉天在这顶头上 就是余鸿成 结果谁会想到 他们两个人才共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对于苏秉天来说 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按说目前随着竹协这边 受到了很多的打击之后 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说选出合适的新掌门人 来完成一切工作的重建 到后续才能够逐渐 填补上那些已经被抓走了一把手的位置 来助力中国主席继续走下去 所以目前根据远雄飞 这个著名记者的透露消息 他说国家提议总局 接下来的话 已经开始正式在筛选 我们新掌门人的一些人选 目前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是接下来他们清定之后 就会对外公布 所以对各位球迷来说 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